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1.美国批准F-38隐形战机携带核国器 2.在乎日内因体检不合格退役 3.俄罗斯媒体称 乌外长库里巴可能被免职 4.英国政府正式提议 德国将金牛座导弹转交给英国 英国将更多风暴营营导弹提供给乌克兰 5.塞亚利总理奥尔班与特朗普相互肉麻吹捧 6.美众议院拟提出原污贷款法案来拖延对污军援 7.俄使用民用车辆组织人肉冲锋 8.俄军机遭受连串的损失后 9.投掷的华翔炸弹显著减少 9.乌触动大量无人机袭击俄飞机厂 只在摧毁一架维修的俄预警机 10.俄国王部声称摧毁一部乌S-300防空导弹发射车 俄军事博主认为是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车 美空军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发言人 当地时间3月8日表示 美国F-35A战斗机已经获得携带核武器的认证 该发言人和美国军方官员明确见指俄罗斯 认为F-35A战斗机获得核认证 将为美国在欧洲扩大核威慑提供了关键能力 这批欧发言人格玛尔称 F-35A于去年10月12日正式获得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认证 较此前向北约盟国承诺的2024年1月提前了数月 目前一些改装的F-35A战斗机将能够携带B-6-112战术核弹 成为可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能力飞机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克里斯·腾森表示 这是美国正在进行的核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里程碑 他说随着B-6-112战术核弹的全面生产 以及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 四个北约盟国和美国战斗机连队的升级 随着F-35A战斗机上携带战术核武器 欧洲战术核武器升级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 B-6-112核弹为美国B-6-1系列战术核弹的最新型号之一 已于2022年12月开始陆续生产 是美国首个智能型核弹 也是最具危险性的核弹 属于有限核战争范围内使用的战术核武器 可以内置在F-35隐形战斗机的当餐中 由于F-35出色的隐身能力 能躲过俄罗斯所有的防空系统 且作为战斗机具有极快的飞行速度 在欧洲许多国家拥有较多的F-35A战机的情况下 无疑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噩梦 俄罗斯媒体猜测 美国在欧洲部署有约200枚B-61系列战术核弹 这些核弹平时由美军保管 发生冲突时 可由美国授权给相关国家军队使用 在俄罗斯屡次公开进行核威胁的情况下 不知道美国向欧洲运送了多少核武器 早在2020年2月 俄国冲突后不久 就有一些北约成员国 向美国购买具备核打击能力的F-35战斗机 北约计划投入巨额资金 对欧洲境内的核存储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拜登政府2023年拨款投入3.84亿美元 对位于比利时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土耳其和英国等 六个北约成员国的核弹存储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使其具备部署存储B-6-112核弹的能力 北约所有的多用途战斗机都可以携带B-6-1战术核弹 例如F-22 F-35 F-15E F-16 F-A-18 A-V-8 狂风I-D-S等 体重巨大的战略核武器 则需要重型轰炸机才能携带 且除了空机打击工具外 更多的是部署在陆机海机发射平台上 一般认为F-35是美军F-22的简化版 不同于F-22只有美军独家拥有 F-35出售给美国几十个核心盟友国家 2024年3月5日 美国国防部F-35联合计划办公室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发布了2024年3月份的简报 F-35闪电2总产量已超过1050架 已交付990多架 扩展后的年产量约130架 目前有10个国家在本土运营F-35 美国、英国、以色列、意大利、澳大利亚、挪威、荷兰 日本、韩国、丹麦 还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等候交付和排队申请采购 以色列已经多次将F-35投入时代 据简体中文网络和相关专家介绍 F-22和F-35的整体性能 远不如俄罗斯的S-57和中国G-20 不过F-22和F-35目前世界上 两款真正经历过实战检验的第五代隐形战机 可以来无踪去无影的进入敌方纵身 他们在实战中从未被敌方雷达发现 更不必说被任何火控雷达锁定 是否被朝军的弹弓和石头成功锁定并击落过 目前没有权威消息证实 据多家乌克兰媒体3月9日报道 乌军前总司令扎日内 原本打算继续在军中服役 之所以后来任命为乌克兰驻英大使 是因为此前接受了乌军医疗委员会的军事体检 结果显示其健康指标不符合继续服兵役的要求 被认为不再适合担任军职 因此被解除现役 这样就完成了扎日内植物变动的最后一块贫图 扎日内被解职时 泽连斯基最初提出的建议 是让他转任驻英国大使 但被扎日内拒绝 他表示希望继续为军队服务 扎日内对此表示尊重 两人商定由扎日内出任总统泽连斯基的军事顾问 其实这是泽连斯基专门为安排扎日内所做的妥协 现在扎日内没有通过乌军医疗委员会组织的军事体检 不能继续服役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乌方没有公布扎日内的体检结果 猜测是由于过度肥胖导致一些体检指标不合格 这显示乌军其实对军人身体素质要求非常的严格 如果军中将领平日不注意锻炼身体体检不合格就会丢掉军中职位 不过是所有高级军官免职后都能像扎日内这样 得到较好的新职务安置 通常是依法享受退役军人待遇 如果本人想找一份新的工作 只能在职场上自谋职业 所有走邪路国家其实都这样 读者若没有了解一些国际常识 就容易陷入封建社会宫廷斗争的阴谋论思维 说到乌克兰高层人事变动 最近两天有一些俄罗斯媒体 援引自称来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人事的消息说 泽连斯基正在考虑解雇外交部长库列巴 新外长最有可能的人选的是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副主任 伊格尔·佐夫克瓦 佐夫克瓦负责乌总统府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 对于俄罗斯媒体有关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我是从不才信的 因为几乎百分之百是俄罗斯方面信息战的一部分 基本上都是造谣抹黑 无是生非 许多读者问我 如何看库列巴可能被免职 我想说三点意见 第一 俄罗斯媒体关于乌克兰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 都不可信 第二 即使库列巴被免职 也是正常的人事变动 这在任何走邪路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第三 乌克兰官员被免职 只是换一份工作 而绝不会像俄罗斯 朝鲜官员那样死无葬身之地 简单的说 库列巴是否被免职 对俄乌战争进程没有丝毫影响 根本不值得关注 英国外交大臣凯布伦 3月8日在接受德国报纸 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透露 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建议 德国可以向英国提供金牛座导弹 而伦敦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风暴应应导弹 凯布伦说我们决心与我们的德国伙伴就此和所有其他问题密切合作 以帮助乌克兰 英国外交大臣驳斥了队伍提供远程导弹 可能导致乌克兰战争升级的担忧 他说英国可能对这些武器的使用施加限制 以确保他们不会以任何的方式导致升级 这相当于证实了德国总理舒尔斯此前的说法 即英国和法国向乌克兰派遣了军事技术人员 控制着导弹的打击目标 避免这些导弹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 或用于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英国这个提议确实是解除了德国的后顾之忧 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金牛座的性能与威力均与风暴阴影相当 只是射程更远 德国之所以无法提供这个大杀器 是法律禁止向乌克兰派兵 担心乌军用这个导弹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大桥 从而导致俄乌战争升级 我觉得英国的提议可能很快得到德国方面的积极响应 一般认为英国有700到1000枚左右的风暴阴影导弹扩存 法国有另外大约700枚扩存 也称为斯卡普 这个由欧洲MBDA系统公司研制的休想导弹 最大年产量大约为150枚 一枚风暴阴影巷洋导弹的成本约为254万英巴 此外 德国政府3月9日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另一批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1.4万枚的15毫米口径炮弹 别看援助的炮弹数量不多 德国政府几乎每两周宣布一次对乌军员 只要是新生产出来的炮弹 几乎立即转交给乌克兰 美国当地时间3月8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顾外交礼仪 专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 与他的好友特朗普会面 会谈后特朗普举行大型的晚会款待欧尔班 特朗普在欢迎晚会上说 没有人比维克多欧尔班更好更聪明更伟大的领导人了 他太棒了他做得很好他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 特朗普肉麻的吹捧欧尔班称他是老板 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是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尊敬的领导人 很荣幸他能和我们在一起非常荣幸 奥尔班则恭维特朗普说 今天很高兴拜访您 世界需要受人尊重能够带来和平的领导人 您就是其中之一 总统先生请回来给我们带来和平 奥尔班多次公开表示 希望特朗普重新掌权 这犯了干涉美国选举的大忌 8日晚 奥尔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特朗普的照片 并用英语写道 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总统先生 奥尔班的助手告诉媒体 这次访问强调了建立美国与匈牙利保守派之间的关系 以及11月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带来的好处 当地时间8日 美国总统拜登抨击其竞争对手特朗普 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会晤 指责奥尔班寻求独裁 拜登在竞选集会上说 你们知道特朗普今天在海湖庄园见了谁吗 匈牙利的欧尔班断言 他认为民主行不通 他正在寻求独裁 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对欧尔班的做法表示遗憾 认为欧尔班的做法干涉到了美国的选举 不异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 美众议院议长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坚持绝不会将任何援武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 为了缓和国内外强大压力 继续阻挠队务军员 约翰逊3月8日对媒体表示 他正考虑按照特朗普的想法 推出一个援武贷款法案 就是给美国政府动用乌克兰租赁法案 提供一个贷款额度 所有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 都必须以贷款方式归还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阻挠队务军员的做法确实太过分了 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对外生育和国际影响力 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当年美国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 明确约定的国际义务 而绝不是任何恩赐 我维持之前的两个基本观点不变 第一 只要拜登身体健康不出问题 特朗普很难赢得 美国2024年大选 第二 即使美国停止队伍军员 乌克兰依靠其他盟友的支持 依然会赢得俄乌战争的胜利 只是需要更长时间 并付出更大的牺牲 至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短视行为 给美国长远利益和国际和平带来的危害 我等特朗普赢得美国选举后再做评论 相对于特朗普阵营对乌军员的百万阻挠 看看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怎样的吧 3月7日访问基辅的英国国防部长 格兰特·沙普斯不仅透露英国提供的导弹和无人机 帮助乌克兰摧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30%的军舰 而且专门在基辅市中心录制了一段视频 放在国际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 他说 我来到基辅是为了向民主世界敲响警钟 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 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 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军事支持计划 现在每个国家都必须这样做 来确保自由战胜暴政 看看英国人这样的远见着实 与无畏勇气 特朗普阵营及其支持者 难道不应当为他们的短视和怯懦感到羞耻 塔弗里亚联合特检部队发言人 德米特罗利霍维3月9日表示 由于俄军坦克 装甲车装甲运兵车损失很大 根本来不及补充 现在他们被迫赶用一些毫无装甲防护的民用车辆 来组织人肉冲锋 该发言人展示了一段视频 显示在罗伯基涅方向进攻乌军阵地的俄军 使用了全地形车越野车和高尔夫球车等民用车辆 试图绕过物方设置的雷区和炸业物 由于这些车辆没有装甲防护 因此很容易被摧毁 乌军一般让这些车辆靠近前线后才开火 连同乘坐这些车辆的人员一同予以消灭 过去48小时 仅在罗伯基涅方向就摧毁了数十个这种民用车辆 国际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视频给人的强烈感受是 俄军根本不是组织有效进攻 纯粹就是来送死 无法理解俄军为何执意付出这种毫无价值的牺牲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高层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对普京的中场 罔顾基层官兵的性命 随着俄军坦克装甲车被摧毁的数量越来越多 却无法得到补充 缺少重装甲装备掩护 俄军付出的人命伤亡会越来越大 利贺为证实 在乌克兰方面一连击落15架俄军先进战机之后 由俄罗斯空军投掷的对乌军威胁巨大的滑翔炸弹已经大幅下降 不过俄军仍在不顾一切的进行人肉冲锋 这样守军片刻不能松懈 3月9日凌晨 乌军向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目标是一架俄罗斯飞机厂 该工厂正在维修一架俄罗斯A50预警机 该预警机2023年2月 在白欧罗斯明斯克的马丘利时起空军基地 遭到不明来源的无人机袭击而损坏 俄军称在罗斯托夫州上空拦截了41架乌军无人机 目击者称这次袭击至少造成了五次巨大的爆炸 带地理定位标志的视频显示 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的别里耶夫飞机厂发生爆炸 尚不清楚 乌军这次袭击是否成功摧毁了这架A50预警机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 罗曼斯塔罗沃伊特城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击中了当地的一座油口并引发大火 但没有人员伤亡 俄罗斯国防部于3月9日发布了据称 俄罗斯军队在敦尼茨克州 波克罗夫斯克附近 使用伊斯坦德尔导弹 摧毁乌军S300防空导弹系统发射车的视频 俄军事博主通过放大的视频画面镜头 显示被摧毁的是德国KT卡车 这些卡车通常用来运载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器 因此俄军事博主们炒作俄军 实际上摧毁了两个MIM-104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车 不过乌军也使用了KT卡车作为后勤车辆 目前很难正视俄军摧毁了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器 俄罗斯国防部也没有修改之前摧毁乌S300发射车的说法 一套爱国者系统通常包括一套雷达系统 一个控制指挥中心 5到8辆导弹发射车 若干支援车辆以及发电机等其他设备 即使俄军摧毁了一个乌军爱国者导弹发射器 即一辆发射车 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俄罗斯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 摧毁一辆爱国者导弹发射车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一两部防空导弹发射车被摧毁 并不是太大的损失 最昂贵的是雷达系统和控制指挥中心 最近一段设计 尽管俄军每天持续发动频繁的人弱冲锋 但双方接触线几乎没有变化 俄乌战争爆发第746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如下 殲灭俄军900名 累计俄军42.41万人被殲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9辆坦克27辆装甲车 两套防空系统 三套火箭发射系统 69辆油管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六套特种设备38门火炮 41架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9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同样为1比1 略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乌克兰为保卫家园迅国的战士将来比荣归天国与上帝同在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 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裕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见